今天现场特别请到的是 胡玉坛胡芬医师在现场告诉大家 今天到底是凶手是外资还是内资呢 你怎么看 好了 凯明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特别要担心的是内资 因为外资卖我觉得是有 但是在一些大型股身上 我倒觉得影响性还要 反而投资人比较关心的 刚刚凯明少了一遍 以前比较强势高档的一些 甚至内资比较偏爱的 这些陈业族群 其实今天回档幅度比较深 甚至很多像那种着强精弱的 你看像国光森 昨天一根红黑工掌亭 很像很美 今天一根跌亭又给你杀回来 好像不是很妙 那如果以族群来讲 比较要稍微担心一点的 可能是观光股 因为从你说两岸 这个直航点的开放等等 虽然有人说没有开放 团克可以来 但是我觉得 慢慢的利多一项 这样实现之后 再加上观光股真的涨幅 甚至是上涨的期间 有些从去年第四季 像金华 云品那些 网品一路涨上来之后 连这一波补涨的寒舍下都 波段涨幅也不少 但是今天都跌得很重 那这一块我会建议 投资朋友 油赚你先跑一趟 我会觉得观光股已经 反线上有一点点 就是利多实现 那内资为主的一些 像我们昨天谈到的 可能像解禁回来的林群 你看今天的江波走势 也蛮戏剧性的 11点过后还一度涨了快5-6% 创新高 然后11点半过后 杀到快跌停 代表说当冲也好 或者是说真的 高位阶的股票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比较要胜防一些 获利的卖压 就像我们昨天也有聊到 就是说在台股 万一日后面临修正的时候 一定是从高档股 它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些 卖压会出来 因为毕竟有赚的利益 都会想先跑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会建议投资人 先不要急着去追高一些 高位阶的个股 这是在操作的大方向 但是虽然我刚有谈到 OTC间跌比较重 绝对是要小心内置 但是我倒觉得 这个火种并不是说 全然起灭 你可以看到像是 电动车领域这一块 以充电桩色彩 比较浓厚的几档指标 3046的建基 今天10点钟以前 还供到涨停 现在还涨停 锁得死死的 这个真的就是看会不会 然后最近很强的是飞鸿 飞鸿真的就是内置指标 那我们昨天盘后的 就是1点半的时候 过后还有聊到 融资的增加 那它绝对是内置指标 但是如果以今天的走势 我会认为并不是 就是说内置并没有弃手 甚至是说在这档个股 我觉得企图性还在 因为10点钟左右 还一度冲到5960 那附近要供涨停 虽然今天震荡比较剧烈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以来 融资增加了1万多张 如果这个盘真的是 内置全面弃手 要拉回的话 那这一波的融资可能会 砍出的速度很快 也许股价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但是以今天来看 五日线都还有手 我觉得这不必担心 因为同族群里面 你看像是2482的连鱼 因为我会说火种没有熄灭的原因是说 林涨股它们还能够维持高档不坠的话 代表说这个产业的族群的多头火种还在 林涨在这个支付系统我们很早前有谈到 是打入到充电桩的体系 那兔年回来它就从大概30块不到 飙到现在涨了快一倍 今天林涨的表现已经算非常强了 因为它绝对是涨多股 而且是高位阶的 结果反而12点半过后 还有买盘再去拖催生 所以说充电桩领域这一块 我倒觉得是从今天的走势上看得出来 它是比较抗叠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聊到 比较低位阶的像是2302的例证 做这个二极体的 其实在去年公司也有谈到 因为转型见到成效之后 在这个中高加电压的产品 像是电动车 它是Toyota跟Tesa的供应链 充电桩的部分 也拿到不少国内外厂商的一个订单 所以在二极体的一个出货 持续成长之下 它的毛利率在去年前三季公布出来 已经来到38% 其实比德伟台办这些 二极体厂来说 这个财务的数据都很好 那以立正来看 也符合我们过去所谈到的 一个选股逻辑嘛 既然整个充电桩 电动车的零组件的个股 一档一档往上冲高之后 立正来讲相对来说 涨幅位阶不是这么高 那技术面来看 3月6号就是 四个交易日前 那一根长红K带量突破之后 这几天都处在红K的附近 尤其高原附近做整理 那你可以大概沿着五日均线左右 大概18块4 18块5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支撑参考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追踪到 几档充电桩的这些供应链的个股 股价表现都很强的话 那就有机会把比较落后一点的个股 拉伸上来 所以我觉得找落后补涨 找比较低位阶的个股着手的话 或许是现阶段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好 充电桩个股 今天看起来在题材上能够在大跌200多点当中抗跌 就一定有它的这个产业方向可以比较确定的 这见机跟飞鸿是两档指标 见机间还可以涨停 那飞鸿就一路还守在盘上 这维持金金涨还算是强势 虽然早上一度冲高 往60块靠近 但是60元整数关卡稍遇反压了 但现在是56块2 也算是今天相当抢眼抗跌的了 好 除了像是充电桩族群个股之外 今天的航运股其实早上也蛮抗跌的 阳明 长荣 甚至散装轮的族群个股 也呈现上涨走高 那或者是抗跌表现 那你这一块族群怎么看呢 这块族群的部分 当然在航运股 当然杨明是昨天公布的 这个股利政策 20块钱 连这个持有杨明的台化投控 董事长都说 20块钱的股利 有人认为不如预期的高 本来预期23块的 但是他的大股东台化投控的持股 还是可以因此有4亿的现金入贷 所以台化的董事长说 他没有办法在这里 抗议这个股息配得不够高 因为已经很高了 而且也算是现在台股当中 最高值利率的 他没有理由抗议他配息少 你怎么看 怎么看这个杨明今天的一个冲高 但是他留的是上影线 这样的情况到底在今天 确定了股利政策之后 续强空间 续报空间 你看呢 这个空间我不会太乐观说 他会再涨到哪里去 因为我觉得这一波的反弹 已经先有反应 就是已经有资金 先卡位他的一个高值利率 那我认为今天会上涨的原因是说 就是刚好今天整个行情不好 就是说台股回降幅度比较深 中小型股的回跌 所以有些资金就是 可能以阳明来看 殖利率的保护 加上修正已深 位置点不高 就有点转进的动作 但是因为我认为空间不高的原因是说 因为就像刚才凯明聊到 不管是投资人认为殖利率不如预期 或者配期比较不如预期好 再来就是基本面的部分 货柜的一个运价 还是处在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公布完股息之后 极短线上就像刚好今天 这种有吸睛避风港的力道 我会觉得可能短线上的行情而已 那如果你空手的 我觉得说你是因为看到 公布出来资利率有30% 现在要去抢进 用这样的逻辑去买 我觉得并不是太好 因为最重要是 它是能填形 你才能赚到真正这样的 资利率的一个价差的空间 这过去我们也给投资人 有交过很多这样的观念 那如果以基本面来讲 并不是这么好的产业 以今年货柜行业来看 还是比较低迷的话 填形的难度 我觉得是蛮高的 你看现在60几块 除个这个20块下来 变40多 然后你要再涨回去的话 那涨幅将近要3到4成左右 快4、5成了 这个难度就很高 所以我会觉得 你有的反而是趁今天 我觉得先跑 那我觉得我比较看好的 还是在赏庄这一块 如果我们之前有聊到 航运药我选的话 因为赏庄来讲 今年的整体来讲 不管是BDI的指数 日租金的报价 伴随着原物料景气的回问 这一块是比较明确的 我觉得相对于货柜航运 虽然今天他们的走势 并不是说特别强 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抗跌了 因为你大概赏庄航运少一下 其实有些大概就在 平板附近上下做整理 并没有说出现 这种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当然有一些像是郑德等等 有殖利率的保护加持之下 看起来走势我觉得都还不错 如果以日线图来看 他们都还维持着多方架构 而且像郑德是刚突破年限 当然过去两周涨幅比较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形态是强的 那前几天我们也有聊到的新兴 因为新兴我觉得比较特别是 它有这个邮轮的部分 所以邮轮的日租近期 从去年开始坦升之后 今年第一季来看还是相当好 整体的报价比去年同期 是成长了单近三到四倍 所以星星昨天也公布 第四季的获利 算是比去年第三季 有大幅度的成长亏转盈 毛利从5%变25% 去年第三季是赔0.7 然后到去年第四季是赚0.41 看起来也是有获利明显的回升 那如果说原物料的一个 上涨的趋势从中国的开放 它能够持续带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赏庄的部分 今年的表现应该会比货柜人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找资金的避风港 尤其是避开美国科技股联动的话 传场类的像是赏庄 或者是说跟通膨食品 这个大众物资相关的 这些产业个股 我觉得可以作为观察标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